江大卫当司机陪老婆岳母吃饭。 还静静陪他们去看化妆品。 现年70岁的老戏古江大卫如今还在TVB拍戏,就算年纪大了身体依然非常好。 如今TVB正在热播他主演的剧集《逆元》,以前他都是扮演一些有气魄的帅气人物,可这部剧集他就扮演一个非常没用而用片松原的老人。 戏中还娶了一个年轻他几十岁的第二任妻子,简直将小市民的种种坏习惯都演出来了。 可是他在现实却是非常爱自己的老婆,他的老婆李琳琳曾经患过癌症,他陪着老婆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,如今夫妻俩结婚过四十年还很恩爱。 近日就有媒体拍到他和老婆还有岳母一起去吃饭,而且他还静静站在一边陪着老婆等一群女士去看化妆品。 当天将大卫穿着长袖衣衫,戴着眼镜陪着老婆李琳琳还有岳母去吃越南菜,李琳琳一直扶着妈妈的手走路。 除了他们一行三人外,还有老婆的其他亲友,从照片可以看到在走路的时候李琳琳一直小心扶着妈妈手走路,尤其是搭扶着电梯的时候。 当天的饭局除了江大卫是男性外,其他亲一色都是女性。 不过江大卫就没有显出不耐烦,他吃完饭就坐住听他们讲话,至于老婆就开心和亲友聊天。 不要以为他们吃完饭就离开了,随后他们一群人去了看化妆品。 几位女士围住听店员介绍,他们听得非常认真。 至于身为唯一男性的江大卫就站在最后面耐心等他们。 而且江大卫还不是单纯陪着老婆挑选化妆品,他不时走过去给老婆一些意见。 江大卫没有催他们,而是很耐心陪着他们,至于老婆当然是很有兴趣慢慢挑选了。 整个过程大概花了接近一个小时,随后他还当司机把全部亲友接送回家。 他们夫妆俩可是一起度过了艰难岁月,2011年老婆被确诊患有癌症。 江大卫为了照顾老婆全面停工,当时他就表示夫妻俩谁没有了对方都不行。 至于这张照片是老婆病好后首次曝光的照片,看得出大病出狱的老婆非常瘦,至于他就陪着老婆去买菜。 自从老婆病好后,江大卫就抽更多时间陪老婆逛街。 这是今年三月份江大卫陪着老婆去和老婆朋友吃饭的画面,如今他的老婆非常健康,而且笑容还很多,而江大卫也一直陪在老婆身边。 就连出席公开活动时江大卫也是经常带着老婆露面,一起走过了四十多年的日子,还经历过大病,所以两人的感情真的很好。